好 不過這次選舉破了很多的紀錄 來看民進黨這次大獲全勝 打破了很多項的紀錄 柯文哲跟賴清德都拿下了得票最佳紀錄 而宜蘭的林聰賢大贏對手 還拿下宜蘭史上最高票連任紀錄 放鞭炮慶祝宜蘭縣長林聰賢 回著帽子在宣傳車上洩票 豪心情全寫在臉上 29號選舉開票 林聰賢一路領先對手抽熟題 最後以16多萬票大贏國民黨邱淑提近7萬票 成功守住宜蘭綠地 我們下一個階段也承受相當大的責任 我們會很有信心繼續帶領團隊 要一起跟宜蘭縣民迎向一個新的里程 頂政五星級縣長光環 以手勢取代攻勢 林聰賢不只勝券在握 同時創下宜蘭縣長選舉許上最高票記錄 還以舉超越老縣長陳定男在1985年締造的 14萬923票而這次選舉突破介入的還有 柯文哲大贏拿下85多萬票 得票率57% 超過陳水扁在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的 68萬8072票和45.91的得票率 柯文哲以五黨籍身份參選 打破藍綠界線 突破綠營得票率在台北市的天花板 8000點 蔡清德71多萬票得票率72.9% 拿到這次選舉最高的得票率順利連任 也讓他政治明星光環更加耀眼 柯文哲也要放帥 而是嘉義民進黨的突醒者 打敗國民黨的陳以珍 成為嘉義首位男市長 綠營這回徹底翻轉台灣政治版圖 不少候選人選破紀錄 打了一場漂亮勝仗 記者綜好報導 打了一場